然後重點是還要就是這樣很性感的那種工作 那個臉 他們下面會不會很痛 應該會起火吧 燒燙傷 哈囉大家好我是Sherry 飛行應該是很多人都夢想過的事情吧 誰不想要像超人跟鳥一樣自由自在的飛呢 雖然現在我們在電影裡面看到的飛行畫面都跟真的一樣 但是其實呢這個飛行的畫面 可是歷經了長久的改革啊 好啦所以我們今天要來Holy Share的就是 飛行幕後的成長史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記得按右下角訂閱我們頻道 也可以訂閱我們的新頻道TipersGG 跟我們一起試玩最新的遊戲 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加入我們的官方LINE 超多厲害的獎品和玩具公仔等著你們去抽囉 那要拍攝這個飛行鏡頭呢 我們大概把它分成兩個要素 第一個就是怎麼讓演員飛 第二個就是如何在飛的時候背景看起來有 很動感的感覺 那在要怎麼讓演員飛的這個方面呢 自從迪士尼改良了所謂的轉瞄的技術之後 動畫師就普遍的使用它來移除 要在演員身上的鋼索 所以讓演員飛就變成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轉瞄呢 原本是設計來讓動畫師偷懶的一種技術 將真人演員拍攝的影片一幀一幀畫成動畫 不過在拍攝這種飛行鏡頭上面 當然就變成一幀一幀的把鋼絲消除囉 也是滿麻煩的耶 所以說其實最大的困難是第二個問題 那就是背景要如何看起來像有在飛的動感 因為以前也沒有什麼空拍機 或者是像現在可以用綠幕藍幕拍攝之類的 所以要拍出飛行那種周遭環境的感覺 在以前可是一種大挑戰 像是在1933年的電影《飛到里約》裡面 就有一個很經典的人們在飛機上跳舞的片段 那當時其實就是用了投影的技術 來呈現背後空景的樣子喔 不過這其實有一個滿大的缺點 就是說因為投影機 布景還有演員跟攝影鏡頭 基本上呈現一條線的狀態 所以距離會拉得很開 也就是說攝影棚必須要超級大 才能容納這些東西 不過他們在87年前都想到要這樣拍 真的是很聰明耶 當然呢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 因為畢竟不是每個劇組 都可以用到這麼大的攝影棚 但是呢 如果你有想要拍飛行的鏡頭 該怎麼辦呢 所以從1948年開始 爆紅的一系列超人影視作品中 他們也加入了動畫 來輔助一些飛行的鏡頭 雖然以現在的眼光來看 當然是有點好笑啦 超級假的 但是在那時候算是很聰明的方法喔 這是什麼 這是假的喔 去背沒去乾淨的超人 那這樣的投影方式 其實還是蠻不方便的 所以後來就有人改成 另外一種投影的方式 就是將 背景投影到 雙面鏡再反射到後面的螢幕上 然後因為螢幕是以 非常容易反光的材質做稱 所以攝影機就可以在 雙面鏡的另一面 直接拍到 演員跟背景結合的畫面 這種方法除了能夠非常有效的 節省空間以外 因為投影距離近的關係 反射出來的背景 也不會像之前那樣模糊喔 然後之後的特效師 還加入了 邊焦鏡頭 來更還原飛景的感覺 這還讓這位特效師 直接得到 奧斯卡最佳視覺效果獎 哇塞 講到這邊有沒有覺得 拍電影真的是超級無敵難的 不過在顏色鍵出來之後 他們就變得比較簡單一點囉 什麼是顏色鍵 你們不知道對不對 就是後面要放 綠幕跟藍幕的那種 然後他就後製一鍵 Click 然後他就整個不見 就是這麼厲害 我早期的影片後面都是綠幕 如果你們有follow 巴拉巴拉很久很久之前的影片 值得的話 你就會知道 好啦所以電影製作又回到我們一開始 講的問題 要怎麼讓演員飛得很自然 那接下來我們就拿了幾個 大家比較有印象的飛行的例子 來跟你們分享 來告訴你們 他們的飛行鏡頭是怎麼拍的呢 首先當然就是在經典不過的 哈利波特系列啦 除了魔法咒語超級吸引人之外 騎著掃把飛來飛去 也是讓大家眼睛一亮 對啊我小時候看到他們玩那個魁地騎 我就覺得 他們下面會不會很痛 突然內跟掃把上面到底是這種拍出來的 不會很痛嗎 如來如去 應該會起火吧 燒燙傷 拍完就掛急診 那他們在拍這些鏡頭的時候 基本上主要都是用大台的機器人跟機械手臂 然後把掃把固定在最上面 演員直接騎在上面拍攝 所以這個就是超高旋轉木馬的藝術嗎 不過他們在配一個狂風看起來真的超平整的 是吧 啊 比前面那個去背操亂好太多了吧 那個去背操亂真的很詭異耶 那除了機器人 當然還有其他辦法 甚至在第六集混血王子的背叛裡面 奎蒂奇比賽 就還好用彈跳床來拍攝畫面 連飾演榮溫的演員魯伯特格林特 都說這個超級嚇人的 -我們有很多彈簾 -呃... - 用一架 好那再來 我們要講的就是亨利卡維爾的超人啦 他是直接掉鋼絲來拍的 而且他身上至少掉了八條鋼絲 來維持身體的平衡 - 超多的 而且全部都只有攝影機在動而已 等於就是說他被掉在半空中 當然鋼絲在電影裡面 也不一定是只有飛行的鏡頭才會用到 但是他把敵人揍飛 或者是從地面跳起來的時候 也都有運用到喔 接下來要講的就是去年的黑魔女2啦 身為精靈的眉飛色 在電影裡面有超級多的飛行鏡頭 飄逸的衣服加上超美的精靈山谷 這應該是很多人心中的夢幻場景吧 那這些鏡頭呢 部分是以掉鋼絲的方式呈現 就是比較傳統 但是其實蠻痛的 不過現在比較新的方法就是用像 生日蛋糕叉的器材 固定住演員的核心部位 然後再由穿著藍色套裝的工作人員 操控器材的高低 還有方向營造出在飛的感覺 所以除了演員的肢體動作 可以更不受限之外 他也能做到像是在空中擊殺起身的動作 但其實他們還是蠻辛苦的 因為要靠自己的核心把腰桿停止 感覺很痠欸 對啊 如果一個鏡頭要拍超久 然後你這樣一這樣停著 然後真的也是還要 就是像很性感的那種動作 那個臉 就是他拍完之後後面背劑超厲害 就可以去見美 不過演員靈活的動作 再加上巨大風扇所營造出來的狂風 在配上CGI後製之後 看起來就真的像安杰莉娜球莉 在空中飛行一樣啊 所以說電影製作真的是充滿苦心 你以為隨便人都可以拍的嗎 為了拍出這些飛行的真實畫面 他們真的是 當然要拍出這些畫面的關鍵 除了演員的動作 還有背景畫面之外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 各種給力的 所以今天來跟大家推薦這把 你被驗退了 為了推薦這一本 我們特別寫這個劇本 其實這腳本多辛苦你知道嗎 查資料查很久 反正我就是為了要 分享一下我最近的新歡 所以就寫了這個腳本 有沒有用心 因為這個吹風機的磨砂烤漆 真的是超級有質感 而且不只外觀好看 收納也超方便的 重點是這台吹風機 不管是冷風或者是熱風 只要是在吹頭髮的時候 都可以保護頭皮保養頭髮 也可以改善毛罩的髮質 它很貼心的把溫度控制在68度 而且在吹頭髮的同時 還會釋放出滿滿的負離脂 除了可以保護頭皮蛋白質 還可以避免頭皮血產生喔 是不是很厲害 好啦那介紹這麼多 當然是有好康要給你們 不然我這麼用心在寫這個腳本幹嘛 那現在只要點我們置頂留言的連結 結帳的時候就可以 然後還享有面運費 是不是 超划算 聖誕節是不是快到了 不要再換什麼馬克杯 什麼護手霜 超爛 你超爛 那你這個才一千塊 多便宜啊 而且這個是專櫃等級的吹風機 come on 聰明一點好嗎 超強 影片要繼續看完喔 我都整你出來了 影片要繼續看完 好啦那最後就是要來講驚奇隊長 她跟黑魔女一樣 也是用生日蛋糕插器材來拍攝飛行的鏡頭 不得不說 漫威在這部電影裡面下了非常大的功夫 整個畫面呈現出來都非常精緻 尤其是驚奇隊長在空中打飛敵人的場景 那個流暢度看了都讓人覺得非常舒服 不過雖然飛行的鏡頭可以用器材輔助來拍攝 但還是非常依賴演員本人的身體素質 像是布莉拉森在拍驚奇隊長之前 就接受了9個月的健身訓練 他的力氣超大 可以推著一台吉普車前進 超誇張的 真的是 我覺得他真的是蠻有資格當驚奇隊長 力氣這麼大 好誇張 一般人才推得動吉普車啊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還有什麼是讓你印象深刻的飛行鏡頭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說 那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訂閱我的個人頻道 跟追蹤我的IG 最後一定要記得訂閱我們的 新頻道 TEEPERGG喔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Come 我們下次見啦